我们现在看见的这条桥 历史我也不知道 它曾经历经风霜 有过见证过恒电人的坚韧不拔 好我们现在看上面的这些痕迹 那就是历史 张宋文口才有多好 当导游一开口那个位简直太地道 网友难怪月薪能拿两万块 想问问今年你看狂雕了吗 这部扫黑除了题材的电视剧 成了2023年的黑马 扮演高启强的张宋文 也因此迎来了事业上的春天 甚至由网友评价 建议查查张宋文不像演的 之后张宋文还真的被查了 看了他的经历后 大家才知道他的演技 确实不像是演出来的 更像是生活照进影视剧的真实写照 原来上世纪90年代的张宋文 还曾做过导游 张宋文是可家人 1976年出生于广东省韶关市 新丰县回龙镇堂村 父亲是退役军人 母亲是医生 原本家庭非常美满 但在张宋文13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被查出患有肝癌 一家人就这样抗争了将近两年 最终也没能挽回母亲的性命 因为为了治好母亲的病 家里花了很多积蓄 所以职业高中毕业后 张宋文只能外出打工还债 印刷挂利 刷瓶子 端弹子 安装空调 只要是能赚钱的 他都干过 后来 19岁的张宋文选择回到家乡 韶关做导游 在韶关带团时 张宋文常带着旅游团去南华寺 来到寺庙后山的一眼泉水前 他告诉游客 用泉水洗一下眼镜 一生都能看懂人 这可不是什么旅游团的套路 而是小时候妈妈跟他讲过的 现在 网上还流传着张宋文 举着红色导游旗 身着机型羽毛衣和白衬衫 打着领带的照片 当时的张宋文还是小鲜肉一枚 帅过现在的当红小生 当年的张宋文很拼 做导游时只要有团带 他几乎全年365天无休 从一开始的地培到负责弹游客出国的领队 他只用了两年时间 因为专业技能过瘾 张宋文还曾获得过广东省最佳导游的荣誉 张宋文坦白 我做了五年导游 一直做到国内部经理 99年的时候 普通人一个月工资五百 我一个月两万多 在那个月薪过千的趋值可数的年代 张宋文的月收入能过两万 应该已经很满足了 但他不甘心这样 我25岁才决定学表演 当时在深圳 做了大概有五年导游 然后我做到了一个叫国内部经理 99年一个月是两万多的 突然间有一天 有个小姑娘跟我 她就问我 她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最想干就是天堂的床看电影 后来她说那就是做电影 她上午十点都跟我说的 我下午四点半的飞机 从深圳飞到 2000年 24岁的张宋文决定追逐梦想 顶着众人的嘲笑 考上了北电 和18岁的周一为成为上下扑兄弟 她普通话并不好 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 于是她练了好久的普通话 有一次 她和周一为去剧组面试 没想到被导演当面吐槽 这样的侏儒 一辈子做不了演员 脑门大的像袁侯 这狠狠打击了她的心 毕业后的三年时间 她曾去八百多个剧组面试的 但也被拒绝了八百多次 即使拍了喜剧成龙快絮 但张宋文的事业 却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依旧跑着龙汤 如今 46岁的张宋文通过狂飙成为一线顶流 月薪何止两万 两千万也有可能 回想到自己当导游的时期 张宋文依旧非常感谢这份工作 她说导游工作让她接触到更多人群 积累了更多的生活阅历 也带给她人生更多的可能 也许正因为做过导游 现在的张宋文在微博上 依旧保持着随时分享美食 美景的习惯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美景的习惯